和峰会是另外一个新的方法让我们来处理这个问题 有点像20国集团峰会一样 就是这些主要的经济大国聚集在一起谈国际经济的问题 所以一个问题就是有些问题上面进展不够 那么我们看到这种峰会的方法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推进这些问题 我觉得对于非扩散的这个制度 这种峰会是有好处的 也就是说我们暂时先不用这种审议大会的方法 然后去用这种新的这个峰会的方法来讨论问题 好的秋冰女士 下面我们要开始接听听众和观众朋友的电话 那么这里是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宇周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中美核安全问题 我们在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 嘉宾是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核不扩散项目副主任 迪普提秋冰女士 听众和观众朋友 现在呢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 向我们的来宾提出问题 或者是发表您个人的看法 请您先拨10810或者是108710 然后再拨8668375161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利用电子邮件参与现场的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US新闻at gmail.com 美国之音为您提供七档电视与广播同时播出的同步节目 从关注热点和争议性的新闻事件 到全方位的体验美国人文风情 让你掌握最详实客观的时事和娱乐信息 每周一到周日 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 锁定美国之音电视节目 好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下面我们来接听 第一位是山东的电视观众孔先生 孔先生你好 你好 中美和安山问题的关键不在胡总书记和奥巴马 我认为胡总书记虽然是个好学生 好同学好同事 但是不是被选举出来的称职的国家领导人 并且不是太子党们推荐出来的合格的国家领导人 孔先生您认为不在这个胡总书记或者是奥巴马 那您怎么你认为是在于谁呢 因为胡总书记现在做不了主 他就像个傀儡 我看他有点像华国锋 那您认为是谁在做主呢 所以中国呢 现在中国是群龙无首 中国是个危险的核大国 甚至比金正日比朝鲜还危险 好 我明白您意思 山东的孔先生 下一位呢是湖南的电视观众 张先生 张先生您好 你好 嘉宾您好 您好请讲 我觉得这个美国丢一个人 丢在中国的家门口 日本呢 压走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这个美国要保持这个核优势啊 这个也是支持不了核武器的发展 那核武器肯定运用核武器的国家会越来越多 在美国呢要减少摩擦 就可以减少这个核武器的核战争的这个危险 你像呢在台湾出售武器啊在南朝鲜出售院 这都会引起这个紧张局势 常规战争呢也会引起核战争 所以我希望美国呢就是应该呢 嗯 从这个 嗯 在一个保证 日本不在 美国不在在日本带武器带核武器带在日本吧 我的观点说完谢谢 您的意思是说美国应该减少自己核武器 对不对 对 应该减少常规这个战争的威胁 OK好的 明白了谢谢胡担张先生 好 邱碧女士 那么刚才有两位观众朋友发表意见 那么第一位呢 山东孔先生说中国是一个危险的核大国 您怎么看 我认为呢 核问题一直都是非常复杂的 这些不同的政府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民主政府 那么其他的国家呢 政府也不一样 制度不一样 但是在核峰会上呢 美国还有其他类似的国家 他们必须要和其他和我们制度不一样的国家来打交道 所以要用我们手上有的这个办法 刚才说中国是一个危险的核大国 但是我认为呢 应该要公平的说 我认为所有的核国家呢 他们的政策呢 都不够透明 那么中国呢 他们开始要开发核武器的时候呢 是之前呢 他们也说 这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国家 这是他们很多有关核相关的政策的原则 那么他们有很多核武器的项目呢 透明度也不够高 这样的情况呢 就带来很多不稳定性 那么第二名这个观众呢 听众打电话进来说 美国应该要减少自己的核武器 美国的确是在这么做了 最近呢 美国出了一个报告叫做核态势评估 这里面就谈到美国的核武相关的这个政策 在未来五年要怎么走 这个评估呢 也谈到目前我们和俄国一起 签署的这个新的战略武器 裁点条约 要裁点多少核武器 比之前少得多 要少于一千个核弹头 这个核态势评估报告当中 也谈到 美国会继续减少核武器 在美国国家安全当中扮演的角色 如果你看冷战的时候呢 这个趋势呢 其实在冷战结束之后就已经开始了 我们有很多政策都已经出台了 但是呢 核武在之前啊 这只是我们国家安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的 好的 邱宾女士 那么下面我们有一位这个 有一个电子邮件啊 我念给您听听 那么他的大意呢 基本是讲这个 美国呢 是最发达的民主国家 那么他无核反恐 反暴政呢 应该是美国的责任 他的意思呢 就是说美国应该在维护亚太安全这一方面呢 尽到他的这个责任 那么在这点上 您怎么看呢 美国在维护亚太安全方面 他所做的事情 以及他以后还应该做什么呢 首先 美国的确是亚太地区当中一个很大的这个强国军事国家 这也包括了中美之间的关系 影响到中美之间的关系 因为美国 就是在亚洲 中国想要取代美国 尤其是在过去的75年当中 我们看到美国扮演一个很关键的角色 想要与亚太地区一些国家发展正面的关系 和他们形成盟友 所以我想美国是会继续留在亚太地区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地方也是有一定的承诺 比如说和日本和南韩 而且美国和中国还有其他重要的国家 在六方会谈里面的国家也有很重要的关系 这些是为了要解决对于北韩核问题的担忧 那么在亚太地区 我们也看到美国和比如说印尼这些国家 关系不断在改变 美国的确认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有一定的责任要负的 我们是实际上唯一的超大强国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改进这些复杂的关系 好的 邱冰女士下面我们进去接听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 下一位是四川的韩先生 韩先生你好 大家好 看看我们中国周边国家核武器的发展 就知道我们中国收到的核威胁是多么的严重 北韩这个无奈国家积极发展核武器 对付遥远的美国 实际上